曾經在這個圖書館 被兇殘的殺害 甚至被分屍 屍塊被藏在圖書館的各處 但唯獨雙手一直都找不到 當工作人員轉身過後的時候 正名學生見到工作人員肩膀 掛著了兩隻手 他當場下暈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雪莉看雞腿喔雞腿 雞腿姐姐 謝謝 他們今天又是穿歐巴的裝耶 他們最近冬天常穿的一個衣服 下一個 下一個 那今天呢 我們想來問大家的是 大家有去過我圖書館嗎 這個人你沒去過圖書館 我有去過好嗎 你是會讀書的人嗎 你才是不會讀書 我會啊 可能考試 或是要去什麼找資料才會圖書館 大家都一樣啊 我以前常去圖書館看電影 所以我根本沒有去認真看書館 那試聽教室吧 對類似 那我們今天呢 我剛剛想來講的是 圖書館的都市傳說 對啦 對其實 據我所知就是 有些學校的圖書館超大的 大到有時候可能會在裡面迷路之類的 藏書很多 對然後有一些那種陰暗的角落 以前我就有去過那種 很空障的圖書館 然後就會有陰陰暗暗的感覺 裡面完全沒有人喔 然後就會有一點 怪怪的感覺 所以呢這次我們想來跟大家分享 三個圖書館 真實發生的恐怖靈異事件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關於 圖書館的靈異事件呢 妳有聽過嗎 很少耶 就這樣 就只有 所以就是妳的都市傳說的經驗 那我們今天看的這三個圖書館的都市傳說呢 有一個是很多張靈異照片 待會我們一起來看 我覺得都超級明顯的 然後現在是有兩個美國的對不對 然後一個台灣的 台灣真實發生的 好看這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就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去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的IG啊 一定要追蹤喔 好那馬上來看第一個 關於圖書館的 靈異事件是什麼吧 Let's go Go 在一個美國的大學叫做 曼菲斯大學 然後標題是 曼菲斯大學圖書館的鬼魂 欸那通常應該是有發生過什麼事件才會有吧 或者是它是那個年代很久遠 然後重新在蓋的 就是原本的地點可能是有去世過很多人之類的 上面過很多人 好那這裡的多數傳說呢 多到簡直可以出好幾本書 那這個圓坡呢 他就是這幾天到美國的曼菲斯出差 因為曼菲斯是個非常古老的城市 位於田納西州 所以呢也趁這個機會來看看這邊的實境 這次出差來的是曼菲斯大學 其實也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都市傳說就是 圖書館的鬼魂 那這個圖書館呢 就稱為 那這個靈異傳說的是說 源自於一位女學生 曾經在這個圖書館 被兇慘的殺害 甚至被分屍 屍塊被藏在圖書館的各處 警方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來收集屍塊 但唯獨雙手一直都找不到 就算翻遍了整個圖書館 仍是徒勞無功 當警方來調查時 兇手很快就被抓到 是一名住在附近的精神異常男子 經過數年後有一名學生單獨來到圖書館看書時 因為所處的位置非常的偏僻 所以 錢少會有學生會經過 當他念完書時 發現已經天黑了 圖書館也準備關門了 工作人員開始到處巡視 準備趕人離開 他在收拾包包後 聽見一陣腳步聲走了過來 這名學生邊收著包包 邊對著他的人說已經收拾好了 準備離開 然而 腳步聲仍未停止 他加快腳步 往出口走去 一名工作人員站在他前面 對他笑了一下 他點點頭 示意後 往工作人員的方向走去 當工作人員轉身過後的時候 這名學生見到工作人員肩膀 掛著兩隻手 他當場下暈 什麼 是剛剛前面講的那個嗎 找不到兩隻手嗎 這太詭異了吧 哇靠 真的假的 由於曼菲斯在美國是 排名前幾名的犯罪之城 因此謀殺暗母 叫其他城市多 曾經有一對學生情侶 因為半夜在校園的圖書館前約會 慘遭虐殺 男學生幸運沒死 但女學生卻被殘忍殺害 而男學生在醫院待了幾天後 回到出師現場 拿出狗槍 往自己腦再打下去 當場死亡 可是在自己的學校圖書館前面 被殺害 自然太不好了 那這個事件之後啊 圖書館附近的自殺人數 居然有上升的情況 那在這男學生自殺地點 多位學生也是拿著槍網 自己的趟在打下去 詭異的是 有些學生平常看起來很正常 也沒有 學業 家庭 感情 健康的問題 人生可能是很正常 但為什麼會自殺 是那個嗎 中血啊 還是什麼的 就可能那個磁場氣場的問題 嗯 可能精神上面就變 可能去那邊會有想要自殺的念頭 就你可能原本是很正面的 走到那個地點突然變得很負面 那變成磁場讓你負面這樣 我看到你就很負面 我看到你才負面才會生氣 如果你心情不好 你就看秀姬姬肯雞腿的影片 你心情就會很好 不會看姬姬的素顏照 不過也有運氣很好的學生 有一位學生經過圖書館的時候 不是為何心裡出現非常悲傷的感覺 這個感覺呢 一直跟著他一整天 到了第二天 他準備要上學時 突然腦中閃過想要自殺的念頭 於是拿著他爸爸的槍 帶到學校的圖書館前 當他準備自殺時 剛好有一名警察經過 見他對著太陽穴準備開槍時 即刻衝上去阻止了他 警察在阻止他的同時 突然聽到一名男子的尖叫聲 這尖叫聲讓人含毛豎起 毛骨腫腫 幸好這名學生只被槍的聲音嚇到 並不會有太大的傷害 總算撿回一條命 只是這個圖書館的傳說 到前面的人一直存在 好 各位 我們看完了第一個 關於圖書館的多數傳說 我們看完就覺得很像那個耶 是什麼 那種受詛咒的一種感覺 我就是可能你的那個精神上面 或心靈上面 到那邊突然變得很突然 那我們看完第一個 就覺得不要自殺 不要珍惜生命 你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人作 大家覺得這可怕嗎 下方留言 OK 下一個 好 下一個就來到就是 有很多靈異照片的這個 都市傳說 那這個也是 美國的圖書館 它標題寫 美國百年猛鬼圖書館 上上下下 啊 左左右都有鬼 這不是等於是在那邊充滿的 你的周圍全部都是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什麼是 那是在一個 位於美國印第安那州的 Wheeler圖書館 這怎麼唸 Wheeler Wheeler Wheeler圖書館 儘管是一間超過百年的圖書館 但這個條件似乎是附屬在 鬧鬼的前提之下 因為Wheeler圖書館是一間 出了名的鬧鬼圖書館 那Wheeler圖書館是建立於1877年 是印第安那州最古老的圖書館 但自從1930年後 這裡 頻頻傳出鬧鬼的事件 尤其 最多人目擊到的是 就是一位 灰色衣服的婦人 好 那接下來就一堆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一張一張來看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 灰色衣服的女人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囉 3 2 1 大家有看到嗎 中間有一個 透明灰色衣服的一個人 這是什麼啊 我覺得應該是拍到 它是透明的耶 它是看得到後面的對不對 而且是那種畫素比較不高的 所以就顯得更詭異一點 對 好 我們來看看看下一個 好像是有兩個小孩在這個照片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像是一男一女 來了 3 2 1 噔 喔 我看到一個小孩對不對 很明顯 這個超明顯的 它也是透明透明的感覺 是個小女孩耶 可是它感覺很像真人啊 所以它那個監視器拍到很多耶 對啊 大家覺得是人還是鬼呢 下方留言耶 可以一起來討論一下 然後它就說 同書區的樓梯常常拍到不明的影子 OK 給大家看一下 噔噔 不明的影子 就是很多那種透明的人影耶 這等於是監視器它可以拍到我們肉眼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下面它有一個只有腳的畫面耶 只有腳沒有上半身耶 好扯喔 哇靠 真的耶 真的耶 在這裡耶 有沒有看到 好明顯喔 哇 也太多張了吧 這個圖書館太可怕了吧 這等於是它一直常常會拍到 可是我覺得有幾張 感覺就是人而已耶 也是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它到底的真實性是多少 就是最常玩的那個 灰色衣服的女人就是真的比較詭異一點 就是很像真的鬼 又很像 就是又說不出一個索尼蘭的感覺 嗯 就是你們知道怎麼解釋 好可怕喔 好 那這是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圖書館 大家知道這個世界嗎 下方留言 因為這個好像蠻有名的耶 如果有其他的關於這個的消息 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有沒有在美國生活的人 我們那個美國的棉花糖炸雞吧 有 我們是國際性的頻道 International 我們還有澳洲的 還有那個 新加坡 之類的 我們是國際西魯滴啃氣腿 Yeah 好 大家覺得這第二件事情 可怕玩笑的人喔 我覺得照片都蠻可怕的 好 我們馬上來的最後一個是 就是台灣的圖書館 喔 台灣真實發生的 它的標題是寫 圖書館經見清朝兵妃 兵妃是什麼 應該是妃子吧是不是 對啊 什麼什麼妃啊 珍環鑽那種旁邊那什麼 什麼什麼妃呢你知道嗎 我只知道太非常而已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就是在 某個大學的圖書館後方啊 相傳仗著一名 清朝後宮兵妃 那是念兵沒錯吧 相傳仗著一名 清朝後宮兵妃 當時要建造圖書館時 曾請是兵妃是否願意 簽幕 但他不肯 後來答應讓圖書館 站在墓地後方 所以他不肯 然後後來也沒有硬蓋啦 是幹在後方 OK 好 那施工期間就有 小意外頻傳 完工後請法師前去查看 發現最靠近墓地一角很陰 連剛蓋好的牆上 都有黑斑出現 當時法師建議 牆面要七層黃色 並在建築外面 盯上九隻長丁鎮壓 哇 怎麼聽起來很可怕啊 感覺好像鎮壓什麼 立鬼是不是 對啊 它是很強大嗎 那是喔 好 然而圖書館五樓 正好有一處空間 是放置餐飲系烹調的用具 曾有學生苦找不到用具時 突然背後傳來一個聲音 你在找什麼啊 需要我幫你一起找嗎 當時整個五樓 只有他一個人 原本想假裝沒聽見 沒想到短短不到五秒 大門突然傳出 砰砰砰砰 三個聲響 才趕緊連滾帶爬地爬出大門 並將門鎖上 有兩個靈異事件發生耶 好扯喔 很多那種靈異事件出現 那種都超可怕的吧 那種突然有一個聲響 砰砰砰 或是那門這樣砰砰砰 超恐怖的 人家會嚇到漏尿 好那他也沒有說是哪一個大學喔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事件呢 可能有人聽到這個 故事就知道是某個大學了 某個都市傳說 這都可以上網留言喔 所以這個也是蠻可怕的喔 是清朝的女兵妃 對 那如果假如是妳咧 妳如果妳在圖書館 後面突然有人說 妳在找什麼 需要幫妳一起找嗎 妳的當下反應是什麼 我說對不起 別走極 我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沒有惡意 我只是來找東西而已 對不起對不起我樣子 我只是來看書而已 對我說對不起對不起打擾到妳了 我現在馬上走這樣子 不好意思抱歉 對 我沒有惡意 我真的沒有惡意這樣子 可是我怎麼有惡意怎麼辦 你說妳喔 妳喔 如果是我的話 嗯 我就直接手擠 怕妳就手擠不著她 不是啊 掛腳 欸你看後面又沒有人怎麼辦 他還要不要嚇我這樣 我就直接走一半 他就蹦蹦蹦就 我也蹦蹦蹦 你就跟他拚了是不是 我跟他拚了啊 好讓大家覺得這個可怕嗎 小朋友留言 依莉來了 你秀有雪 他媽在睡覺耶 只是抱起來給他看而已 好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以上三個 關於圖書館的都市傳說啦 那有兩個是美國 一個是台灣 那我自己這樣看下來呢 我覺得第一個最可怕 第一個很像我們之前講 不是之前有台灣某間大學 也是類似這種嗎 一直會有學生在跳樓的那個 那個大樓 那個磁場乖乖 就是有問題的一個地方 然後就會一直 然後到那邊就會有負面的情緒 那跟美國這個一模一樣 嗯 對 那大家有知道關於 這個曼菲斯大學的事件的一些事情嗎 如果妳知道 小朋友告訴我們喔 對 那妳覺得今天哪個最可怕 這三個 我覺得那個 監視器拍到的那個最可怕 而且它是很多個影片 那個太遲了吧 一堆照片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 你就查 William 圖書館 而且我覺得它slogan 非常的恐怖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都有 左左右都不是個藝人嗎 好啦 那如果大家還想看 我們拍什麼樣的都市傳說 都可以希望能建議我們喔 妳覺得還可以拍什麼 真的喔 台灣夜市的都市傳說嗎 大家會想看 下水道的都市傳說嗎 因為下水道也是一個 蠻未知的領域嘛 對就是妳 平常不會下去啦 妳不知道下面有做什麼樣的生物 對就是 有些那種恐怖電影 或是那種 奇怪的生物都住在下面 好 想看下方家裡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鈴 那就是我們IG喔 一定要追蹤喔 好啦 下水影片見 掰掰 掰掰